不道之难 难与上天天 包邪道 南起包谷口 北至斜谷口 沿包邪二水行 贯穿包邪二谷 为古代巴蜀通秦川之主干道路 在中国历史上开枣枣 规模大 沿用时间长 由我带领大家走进博物馆 一起去了解秦书古道 包邪道的历史和故事 包邪道号称蜀道之怪 是最早连接长安道和中的一条古战道 包邪道的石门段 石门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物骨车隧道 公元63年的时候 汉民帝刘庄下招 用火烧水机的办法 利用热胀的缩了原理 三年时间打通了长16米 宽度14米 高度13.7米的一个隧道 随着包邪道的畅通 秦书两地的行人商旅落益不绝 中国自秦汉以后 形成了五里一游 十里一亭 三十里一亿的游义制度 我们看了这个就是当唐代时期 号称天下第一亿的包邪义 因为规模庞大 所以被晚唐诗人孙乔 在书包邪义笔里边第一句就写到 包邪义 号天下第一 战道开通后 往来文人莫刻 在这里留下了许多筷子人口的诗句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被誉为国之瑰宝的 十门十三品成列室 十门十三品它是十三方磨牙石刻的总称 时间跨度从东汉到南宋时期 是研习书法的人都回来膜拜的一个地方 1969年至1971年 在隧道旁边修水库的时候 只被抬高了八十多米 文物工作者把十三方碎居代表性 而且价值最高的十三方石刻 造成的汉中博物馆成列保护 包邪道是古战道的典型代表 透过包邪道 我们能感受到古人的智慧 尽管当时工具 技术落后 无数先辈们还是完成了 这沟通秦川两地的壮举 上封面